好 这是咱们的第二个点 接着看第三个点 矿区的测量控制网 它的布置要求 这个所说的就是咱们的矿山了 矿山要进行施工 这一块要施工井桶 这一块要施工我们的厂方 那都是要利用矿区测量控制网 来提供测量的依据来进行施工的 但是要注意 咱们矿区测量控制网 这个字比较多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叫法 就是寄静网 所以人家说起寄静网 你要知道它属于矿区测量控制网 说起矿区测量控制网 它其实也叫寄静网 这两个名字 你要知道它是一样的 那对矿区测量控制网的 不是要求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首先矿区测量控制网 肯定是为咱们的生产和建设 来服务的 这个是 没问题的 因为你这个矿山是先建设后生产 你不管是采咱们的煤 还是后期呢 采咱们的进入飞行入矿 你前期肯定要进行建设开拓 那这个建设工作就包括咱们的警筒施工 焊道施工 动势施工 矿山的厂房 办公楼 员工宿舍 食堂 咱们的井口房 它的施工 对吧 这属于建设工作 生产就是我前面所有的这些全部干完之后 我后期要进行采煤了 要进行采矿了 整个设施工 也会用到什么呢 矿区测量控制网 所以整个矿区测量控制网 它不光是为咱们的这个建设 也为后面的生产提供像样的物 那对矿区测量控制网 是将整个矿区的测量系统 纳入到统一的平面准备系统和高中准备系统 所以这平面大家都知道是XY轴 高层是Z轴 只要是矿区用到测量 一般都是用矿区测量控制网 营电 然后进行放映 所以整个矿区 它的测量系统是纳入到统一的 平面准备系统和高中准备系统之中 它可以是国家等级控制网的一部分 也可以是根据需要单独布置 当然你作为国家 等级控制网的一部分 这个更好 它的精度高 如果说你这个 你地方比较偏 你引起的比较麻烦的话 那你可以以这个区域 作为零点单独布置就可以了 那也是可以的 好 接着看第二 关于矿区测量控制网的一个布置要求 对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工程实物测量控制网 布置要求 简单提了一下 矿区测量控制网 它的布置要求也是差不多 无论是什么网 它都是分为平面坐标和高层坐标 所以对于我们矿区测量控制网 一般一个矿区统一 平面坐标和高层坐标 平面的这个坐标 一般采用的是国家三度带的高斯平面质本作标系统 而高层 系统是1985国家高层 到此条件可采用假定高层 对于咱们在这里学两个数字 平面坐标是采用三度带的高斯平面质用作标系统 而高层采用的是1985 这个前面提到过 我们除了三度带平面坐标 还有六度带的高斯平面 为什么采用三度带而不采用六度带 大家看前面这个图 下面这个图的话 下面是三度带 上面是六度带 明显的话 三度带比六度带画风的更细 它的精度更高 所以我们的矿区平面 用的是三度带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而不是六度带 这个可以涉及到一个考题 高层是1985 跟我们所有的任何区的工程测量 它的高层用的系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高层没法采用国家的 我们可以加定高层 比如说这里就是地面就是零米 地面就是零米 这个区地面就是零米 这个点 比这个点高的 那就是加多少多少米 比这个点低的 那就是减多少多少米 可以加定一个 这也是可以的 好 这就是我们矿区 你这个控制 这种平面和高层分别是用什么样的作标系的 接下来说到两个点 基因点和高层基点 你网咱们说过是用点来组成的 那对于矿区测量控制网里面最重要的点 就是这两个点 基因点和高层基点 基因点 它又叫做平面控制点 紧口的高层基点又成为高层控制点 所以在这里其实也比较清楚了 也就是平面控制点和高层控制点 这些就组成了咱们的矿区测量控制网 那对这两个点 基因点和高层基点 它们的不是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它们的用途 它们的用途 既然说到它们是属于基因点 井口高层基点 那当然是和咱们的这个什么呢 井桶是密切相关的 里面都带井字嘛 所以它是为咱们的井口位置测定 井桶十字中线 以及工业广场建筑物的标定 井口的崛气 提升设备的安装 以及贯通等测量工作 做一句的 做一句的 你前期这个井桶 在哪里进行开发 它的中心在哪里 井桶的范围多大 井桶施工完之后 我在井下航道进行测量 那你也是引这些 经营点高层基点的坐标 下去进行测 后续我要安装这个井架 井架它的一个 安装的位置 也是按照经营点高层基点 来进行定的 所以整个这两个 这两种点 它是为咱们的井桶 以及井桶下下崛气 还有汉道施工 都可以提供服务 这就这两个点 它的一个用途 那对这两个点 不设的要求 注意一下 这两个点提前要布置好 布置好之后 咱们才能在这个区域 开发井桶 开发井桶 所以这两个点 要埋在便于观测 保存不受影响的一些地点 所以离咱们的井桶 尽可能近还是尽可能远 就在允许的范围 应该远一点 原因又是你这个 假如这个井桶这个范围 它是下下开挖的 你这个点 如果布置在井桶范围之里 布置在这里 那你是不是一挖 这个点就没了 虽然你要离它足够的远 但是也不能太远 因为你这个井桶 周围我还要布置相关的井架 还布置相关的设备 这个范围 还有很多 布置的设备 来施工这个井桶 所以你 也要留一定的范围 避免着井桶周围的设备 影响的时候 布置的时候 影响到我们这个点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 布置的要求 主要是便于观测 保存和布置 才能影响 这对它的布置要求 那这个点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 比如说你看这下面这个图 因为要长期使用 所以我们给它交注一个这样的红金图 冬子上面设置一个这样的一个钢钉 它能够怎么样的保持稳定 保持我们所需要的精度要求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一般来说标图 标图还是土 如果在土的上面直接 搞一个点 然后作为我们的 进行点高成基点 那这个明显是不高谱的 所以我们一般在这 交注一个红金图上面 有个钉子 那这个就比较稳定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 标识 对于这个标识 它的一个埋涉深度 在无动土区域 应不小于0.6米 也就是说你这个 埋在这个位置 它的埋深 应不小于0.6米 就是埋的相对来说 你要深一点 越深越稳定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区域是动土区域 我们一般 它盘石顶面与冬年线之间的高度 不影小于0.3米 比如说这是地面 地面以下 这是冻结线 冻结线以下 这个是0.3米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什么呢 埋的一个深度 至少是在这里 找到这里 那没办法 就下面这个是属于标识 因为你这个冻结线往上 它都是什么呢 受我们的解冻的影响 它会可以动的 一旦动你这个标识不就动了吗 那么其他的测量就没法用它了 是不是 所以它要在我们的冻结线以下 埋这个点 这样的话是相对来说 稳定性更好的 所以在这里 0.6 0.3 一个是无动的区域 一个是我们的冻结区域 好 看一个列系题 说矿区测量控制 应该采用什么 A说国家三度带的高速平面 作标系统 这没问题吧 那如果是我们的高层作标系统 应该采用什么 1985高层 这里如果改成六度 那就错了 我们对于平面 指标作标是三度带 比如说任意中央紫五线的 矿区作标系统 无力的建筑的督促 好 接着看第四个点 控制景下平面导线测量 和高层控制测量 对景下来说 它的导线测量和高层测量 分别指的就是你的景下的 XY轴和Z轴 那谁来看平面导线控制测量 XY 一般我们用到的一些 常见仪器组合 就是金尾仪和钢尺 来进行平面的一个测量 光电测距仪 进行平面的测量 全债仪径平面的测量 波罗定向和光电测距仪 导线的测量 这些呢 如果是选择题考到你 咱们要注意一下 按照一份做准备 就是平面 我们可以通过采用 下列仪器的组合 来进行景象的平面导线的测量 金尾仪钢尺 光电测距仪导线 全站仪导线 陀螺定向和光电测距仪导线 这是常见的一些 好接着看 第二个关于景下的高层测量的一个要求 景下高层测量的话 我们这里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来说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景下高层测量的一个控制网的布置形式 主要是分为什么呢 水总测量网 水总网 还有三角高层测量网 对不对 这两个 所以我们分别就是水总测量和高层测量 三角高层测量 能满足景下的高层控制测量 那对水总测量 一般用于我们坡度不大的景下 航道里面 而对三角高层测量 一般用在相对角度比较大的区 从而得知 其实水总测量它的一个 精度要高 三角高层的相对比较精度低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 基本上你就可以理解为 你如果航道坡度比较大 我们采用三角高层 坡度比较小 近似水平的 我们采用水总测量 对于咱们水总测量 应使用精度不低于DS3 等级的水总液 普通水总池进行 也就是水总测量 你一般用的是水总液 或者普通的水总池 能满足要求 来进行水总的测量 那DS3级 一般指的就是 针对我们的34级水总进行测量 或者一般的水总测量 其中还有个DS10 DS3和DS10 主要是针对34级的水总测量 或者一般水总测量 除这个之外 还有DS1和DS05 这两个等级的水总要求 它是高的 它一般针对一级二级的水总测量 或者地震的检测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三角高程测量和水总测量的简单的一个原理 三角高程测量 用什么仪器 一般是全站仪或者经纬仪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经纬仪 需要测A B 两个点 这是A点 这是B点 两个点直接的一个什么呢 高差 那怎么测呢 通过咱们的这个经纬仪 能够测出来 这个标尺 最高点 与咱们经纬仪之间的一个距离S 以及这一颗连线 它的一个角度 α 那这个A B的高度 我们就能够说明了 A和B的高差就能够算出来 怎么算呢 首先在这里 通过距离S和α 就能够算出来这一段 就算出来这一段 也就是三角函数嘛 S乘以3以α 算出来就是这一段 S乘以3以α 算出来就是这一段 这是我们仪器测出来 两个数字都要出来的一个结果 然后的话 我们再讲一下A A是什么呢 A就是我们这个仪器的高度 看到没有 A点往上到这个点 仪器的高度是A 所以他们两个下加的话 其实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 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A 所以他们两个下加 就是整个这一段的高度 然后这个V 就是我们标尺的高度 所以这个 最终在减去V 就得出来了 我们这一段的高度 对不对 所以的话在这里 就测出来了 A和B的一个高差 这就是我们 那种三角高层测量 来测我们的高度 或者高层 是如何测出来的 那对水种测量的话 就是利用我们的水种翼 或者普通的水种翼 来测 一般我们分为两个试齿 前试齿和后试齿 测的方向是这样走的 水种翼在这里 我分别是对重前面和后面 两个试齿 分别了测出来 两个试齿的读数 这是一个读数 这是一个读数 因为我们往前推 所以你这个A的标高是已知的 B的标高不已知 你要得到B的标高 是不是就通过A的高度 加上AB的一个什么呢 水种处的读数差 得出来B的一个高度 这个能理解吧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水种测量 一般是要求的人是比较多 它要有两个尺子 前面一个尺子 后面一个尺子 都要有人 都要有人 中间是一个仪器 还有个人 三个人来完成的 前面尺子和后面尺子 分别有个读数 它们是有个 这个差值的 这个差值 再加上A这一块的高 高度 就是这个点的一个高度 就得出来B的高度了 是这样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水种测量 和三点高度测量的 一个简单原理 理解一下 这一次咱们的第一小节 跨越工程测量 在这里就 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看后面内容 谢谢大家